TOYS教練 來 掌聲歡迎TOYS教練 教練 你好 嗚嗚嗚 尖叫聲 我剛剛在現場問說 MAD的粉絲在哪裡 然後GX的粉絲在哪裡 結果只有四個人回應我 那 TOYS教練的粉絲在哪裡 謝謝 今天到底是打季後賽還是粉絲前場會 好 那個這邊一樣回到這個比賽的重點 就是昨天你們看完了 這個MAD的比賽啊 那可以稍微為我們評價一下 現在MAD的狀況嗎 就是他們跟季賽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嗯 感覺他們整體在 昨天啦 光昨天他們用一招就把MAD打贏了 那所以今天我會把其他招給逼出來 哦 所以已經逼到絕路了嘛 因為昨天MAD其實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所以讓MAD Team一招就打完了 那其實我們看不到什麼 所以今天其實他們還是挺有實力的 深藏不露啦 還是要看這個臨場上的發揮 那最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呃 你在賽前啊 因為我們的選手都是實力非常堅強的選手嘛 你在賽前 有沒有什麼要對選手主婦叮嚀的 啊 放鬆打 好不好 放鬆打 哦 放鬆打就好了 對於季后賽的話 其實我們對於三四名的隊伍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差距的 就是我們跟他們實力可能還有一點落差 那但是我們跟第一名的隊伍呢 可能比較接近 所以我覺得我們進決賽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對於MAD Team我基本是不會去擔心啦 也不會去把他們想成我們的加強敵 因為畢竟他們也是靠賽進來的 就是靠其他隊伍進來的 然後他們最終的戰績呢 也是富的 那所以我是不會去擔心MAD Team 我們看到選手更換的部分 剛剛提到G-REX這邊把中路Candy換成了無極 那無極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是無極在下半季才登場的嘛 那他登場之後呢 他的戰績從小分開始講話13勝一半 好了 連旁邊都開始融中生介紹 那個男人 登登登登登登 無極幫幫主 幫幫主 沒有錯 我們幫主登場了 在這場比賽呢 我們知道在他登場之後呢 他對於團隊的溝通是有非常大的改善 E閃 你看 這場G-REX小星啊 拜託 拜託G-REX小星一等團戰 完蛋了 我們先看一下 對方的輔助 這個一等的血有沒有760 我估計怎麼會有 我玩完蛋了 失敵了三系啊 但是K現在有一個小費喔 他沒有在進去 等一下換啊 等一下換啊 剛剛選角他等下會換是不是 怕什麼 對不對 好了 我們看到最後中路 這邊換成是無極使用雷茲喔 那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看兩邊這種一次排開了 打得差不多 但是 在中野的部分 這個葉曲的選角 很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但我覺得這個葉曲的打法 應該要變成是 他會各種的去瘋狂秒殺摩甘娜 因為摩甘娜輔助最怕的就是 他的血量其實是不足的 他很容易被抓掉 但是他不是透過 但是他不怕CC 不過他怕爆發 那葉曲這個Pick 不過 我記得之前有很多塔利克 就斷人家會斷出人命啦 好 貝貝從中路後方繞出來 直接開蓋 直接看到烏捷屁股頂了起來 UNIBOX直接角度了閃線 這下招覆了命中 最多的傷害直接把他帶走 跟閃上去的空越 這邊是補了回了一顆人 中路這個一打一 空越會打贏喔 他實際上有紅BUFF 因為他比較晚吃 有閃有閃 最後的Q進來 喔唷 閃線還接到最後一隻血量 好險 喔 但是這邊PK怎麼在這裡 PK又跑線啦 當我率領還到 那這下 他在這裡 這次你會玩 這條路你會跑 視訊空運線到之後 反而把對方的特朗德給帶走 哇 怎麼大家都來了 好猛喔 他們的集結真的是很恐怖 就是 每一條線都會真的有一個人 分過來來做事情 那這邊就是 你看這兩隻粉眼 他們現在都在等喔 說對面等一下要來探粉 我就要直接扁他 那UNIBOX也知道自己沒閃 覺得特朗德會來助他 你看這邊就是一個蹲中度 來囉來囉來囉 Darkness 會四人炫光 哇 這一個combo 無極直接倒架 好恐怖 這跟我們拆的剛剛那個combo 一模一樣 好變態啊 哇 帶著四人炫光直接衝出去欸 超級殘寶 下路加影技蠱又綁到了微風 微風被打出了四層的硬氣 再一下就要爆硬氣了 哇 B哥這場你隊友 四人炫光 我覺得你隊友這場很兇猛 你還是不要上去吃招吧 真的 B哥你這場就躺好 看看我們家K的表現啊 欸你又中了 這個街招怪 4Q怪 欸 原來是BAT嗎 原來是BAT嗎 我們誤會你了啦 我也是非常的糟 四層的光 可以再拿下個人頭 還有嗎 欸 做著活 啊 這個是假的 沒有 好好激烈喔 好恐怖 K 好猛 他真的好猛喔 玩不虎不虎 爛的欸好猛 中度這個combo是殘暴 我本來以為只是蹲中蹲而已 結果 不只是想要 不只是想要蹲 這是要硬殺局 他是直接看到人說 他哪一隻想吃三 這隻眼睛 這隻眼睛 這隻我看到神之眼 真的是一隻神之眼 哇 剛剛這裡被蹲嘛 這一次知道要在這裡插眼了 原來是這隻我會玩 跟這個地圖神之眼 兩個影片一起推廣 等一下會不會聊聊峽谷 都是原來都是你們的人 都是我們的局 上路小亮寶寶 直接被大絕 很容易直接飛出來 剛才勾斥命中 大絕 這個系列要雙防 看起來是走不掉了 這個Kora的這個跑線 其實還挺神奇的 這個非常危險 實際機不能靠太出來喔 沒有頭帶 也沒有進化 只有TP有閃 那就看這個 一個閃就不就有了 MAD要比較願意 用這一波這個 這個機會準備去做 還是他們要直接殺了摩甘娜 也是有可能的 在看他們怎麼分配 喔 所以我們看到 貝貝是待在上路 其實他很擔心喔 在做cover 我們看到 2也在1 大肯定是 夜群又殺出來了 目標是摩甘娜的傷害不太夠啊 下方可以趕快做支援 凱莎 按大絕往前 但是後方有塔利亞 貝貝這下普攻 抽下空越人頭 一個走位 但還是被四人炫光給暈到 哇 這個傷害 不太夠 恩 傷害確實不太夠 而且我覺得整體這一波 他的選擇 選擇殺摩甘娜 我覺得就是 這是做一個取捨 看你是要殺中還是殺上路 中路 一對六大絕刷兵 把兵線往前推送喔 獵取沒大 塔利亞有強 可能會想要隔牆拿 喔 直接隔了 直接隔了 那側邊的小亮 也亮了出來 遇到了貝貝 小亮感覺會被打蠻多血的喔 沒有喔 他的護盾現在目前是頂得住的 卡蜜爾 卡蜜爾也來了 暗影經過綁到了K 喔 他這蠻準的 喔 翻出來了 但是這一下無疾 直接翻牌的P中閃現 PK往前 阿倫大絕 腳閃往後 作者的呼喚 撞結兩個成員 這個中塔 拔不掉 但是下一波兵要進來了 這會 他應該掉了 這個中塔應該會掉 而且龍等一下會輸了 然後等一下就要出 然後會在右半部搶下一些視野之後 會不會再直接回復 欸 暗影經過在路面中 還想再推這個嗎 哇 出現了嗎 又來了嗎 大絕 但是被盯在塔下 還好是有K的大絕 無敵 沒事 大丈夫 但是這一波打了有點久 卡蜜爾現在感覺 其實應該 卡蜜爾在側邊 蠢蠢欲動喔 雷茲也在往前 他們想要找機會 反打一波 這一波應該會互相回補了 當場系列戰的交手之後 他也發現了就是 喔 塔利亞 是GS很大一個核心重點 讓我的下路能輸贏 其實都跟中路有關 這邊一換之後 馬上整個風向大樓 這邊會來逼巴龍嗎 塔利克有盾 然後又有無邪 大絕無敵 又有無敵 看起來是很難切 而且這邊呢 來 巴龍壓力一下 的確喔 我們看到GX他們 是有很大的巴龍壓力的 微風還是選擇寒冰霸權 物防也是有加 感覺卡蜜爾是真的很不容易 可以直接踢到Eazerail 現在GX真的要靠著卡蜜爾 看到他下路Eazer做分推 他有TP 但是同一時間呢 MAD是在偷吃巴龍 演得夠不夠像 尤尼波爾在上面 一在做騷擾 然後這下到 凱撒看到了 知道了 凱撒知道了 這個是關鍵的時間 感覺不太夠快喔 我覺得他們會開戰吧 因為Eazer有大 應該會開戰吧 PK的下路 推到了高地了 大絕驅住者 撞在上去 敲到了摩哥拉朗德 葉曲往前 大絕一飛 但是被P的交差 往後 反而是 無機側邊收到葉曲人的 PK進場 想要暈眩 但被Eazer撞起來 這邊還有機會拉打嗎 哇 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喔 這個時間點 要是你們這麼優勢 開團都這樣子爆炸的話 那其實等等時間 他GX現在已經學會 可以這樣子打你了 他水溫已經試到了 知道 你現在吃不夠快 而已 那基本上 其實你有很多的空間可以發揮 露青的紅區一樣 要來搶奪 對方在紅區 這邊的視野 暗影金谷差一點 就要綁到布里斯 但上方 布里斯金谷定到的K 可以直接儘快解開 飛進去 打摩哥拉朗德 摩哥拉朗德 這邊搭配著 UNIBOX先把KORALA給殺掉 而且布里斯一進的過牆之後 兩發的Q都砸在貝貝斯上 大絕一刷 哇 好準啊 貝貝被刷倒在巴龍區 就有危險了 哇 這真的是一個自勝關鍵 他把他刷死之後 這個巴龍基本上 我也不用管你什麼五五開了 絕對沒有五五開啊 下路好會玩 好猛喔 那看一下 GX這邊呢 他們倒了輔助 倒了打野 這隻巴龍 直接穩中穩 TP來把巴龍吃 然後再用4秒recurve回去 守下路高地 不管接下來怎麼樣 GX至少把巴龍守住了 就是在對手拿到巴龍的時間點 有成功的守住這個塔 但是經濟現在看起來 也挺持平的 反而是 這一來往之間 是PK剛在對方吃巴龍的時候 把下路高地塔踢掉了 自己有個高地塔領先 我們來看一下巴龍經濟差 -1424 這對Mating來講是比較不好的消息 15個人 那也是沒有什麼 而且他推的塔 也不是靠他巴龍推的 就是他全部的塔都是靠前面的 就是打線實力轉線推掉了 就是打線實力轉線推掉了 營運轉線 沒停要緩緩了 而且一 這個一來往之間 卡密爾裝備越來越好 嗯 就是整體時間其實現在越來越不利了 這場跟卡密爾打賈克斯那場 完全不一樣的點是在於說 你現在不是鬥士打鬥士 你是打坦 坦克打鬥士 打坦那個輸贏是板上頂頂的 就是頂住了 時間到 啪 你就是會輸 而且中路雷茲他的裝備 420死帽時光 然後大天使疊滿 身上還有一個懷錶 他現在的會帶中的輸出應該也不錯 他的持續機傷一定很高 一定很高 而且夜取開始能秒的人會變少 因為大家等級開始拉起來了 裝備也會變好 那他的Power Spike也會開始往下掉 我覺得應該是說 這個夜取他的裝備成長 並沒有跟上對方的整個成長 我這一波直接開格 直接開格要硬拿 這座下路的高地了 JS看起來是很想要直接開戰 後方的卡麥爾 贏到的背後 繞進來的雷茲 載進來的查理克的大招 Q技能頂住了 夜取往後排可以頂 但是後排的風格被PK給連到了 我們看著柱子忽然敲起了三個人 但是PK PK收掉了微風 還在扭動 他還沒死高麥克風 他還活著 再頂到了K 這是一個JS反打的機會 福恩金谷頂住了小亮 小亮看起來被五個人暴揍 走不掉了 自己已經拿下了這顆人頭 哇 PK 後方進場導光臨 還住了K 有沒有記得追 唉唷 這個追神了 有一點可惜 這個打太High了 打High打上了 打太High了 沒有 會滑會滑 會滑會滑 有被動有被動 有加走速 這邊第一個時間點 玩 就是Matein完全沒有人要顧雙C啦 你看Uniforme跟這個 他感覺兩個人很想走上去吃大絕 但兩個人都沒有吃到 直接被卡麥爾爆揣一波 這我覺得Matein這邊溝通失誤太嚴重了 你要夜取充牌可以 但你就給他個E技能讓他去玩他的嘛 你們怎麼可以雙C完全不顧 然後讓卡麥爾真的這麼容易切入 你有塔里克 你有惡恩 你竟然讓卡麥爾這麼輕鬆的 對你的雙C切成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失誤很大 喔 那我覺得其實夜取應該也要開始轉變打法 他不應該開始充牌了 他應該把這個燈 就是他們去遮瑕卡麥爾的眼睛 還中路要開了 坐著胡安搭配的夜取大絕進場 這邊目標是死滴氣 暗了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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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被亂下去感覺會很不妙 喔 兩邊要開始換了 兩邊要開始換加了 直接開梯直接開梯 PK也直接無視他 PK直接把主堡送打拆掉了一座 中路的高地 這邊微風是點掉了 搭配的K要再點個兵贏 這邊也斷兵了 喔 卡麥爾轉過來了 卡麥爾轉過來了 轉不一樣了轉不一樣了 暗了驚人 現在很緊張 沒有坦克了 K還在裡面 上方的K直接閃一下 但是被符文記錄給綁住 鋼鐵勢 搭配的還可以是經濟旋艦 直接殺死了 被Cue住了 風都被Cue住了 微風閃現腳的一進來過牆 喔 這下糟糕了 我後期這下超痛的 直接把UNI不會砸掉一次 欸 哇 反射進入彈幕 他 他 他又R死了 他又R死了一個人 夜群飛來啦 作者呼喚敲出去 不對夜群是嚇人的 夜群是唬爛的 他超遠 夜群放了一個假大 好厲害 連這個都可以騙 我以為想剛開到還是找夜群在哪裡 夜群在哪裡 絕對難不撓你 對啊 這個G-Race看到夜群大 欸 這邊 欸 凱撒切進到 凱撒現在後來刺殺掉了 一則瑞 但是同一時間自己也倒下 走路PK跟小亮在做單挑 空夜逼的幹 但是空夜現在沒有大絕 有塔 不太能在深追了 欸 沒賽 沒賽 凱撒應該是丟一個W 直接 哇 這一下的 而且我們看到是貝貝還跟著閃現頂住 直接閃住 逼他一個位移 把擊貝同時頂出了一個多的硬性 雖然 我覺得剛剛整個團戰有一個 最大的就是差別在於說 2TP回去守小亮的時候 他並沒有跟著小亮 哇 踢進來了 死掉了 PK這邊抓到 威士群倒下了 空夜群也衝進了 夜群 這邊秒一個人 擋出了一群的威士很好 宿活者的呼喚敲了過去 是把空夜給敲死在側邊的PK再度進場 海哥靖靖姐姐把小亮給關了起來 然後幫了雷子 載了貝貝往後排去接 非常微小的Uni Boy還在做拉打 可以 這波拉打新 那上方有小亮呢 小亮在哪裡 我小亮把PK的復活者打出來了 但死地其實拿下人頭 巴龍 巴龍應該是落入了這個GS的手中 欸 等一下難道 Uni Boy可以開秀嗎 這波能不能守住 他沒有好的地板了 他沒有好的地板了 對 他地板也沒了 那這樣的話巴龍被拿掉了 凱撒沒大 凱撒沒大 冷靜 這個伊德瑞現在比較頭痛一點 而且遠古巨龍 遠古巨龍現在有4條小龍 這伊德瑞現在一定很後悔 這個處境這麼艱難 為什麼不回去演一級玩家 那你幾乎綁到這邊的夜選大人出手 能秒殺嗎 還有阿基的非常重要的關鍵 但沒有 魚技能直接往後 有驚人 摩甘道的黑盾 這一下阿基往上加了護盾 你往上啊 這地方非常慘啊 被Uni Boy拿下兩顆人頭 這是一波大的 我覺得他其實他可以順著往右邊跑耶 摩甘道正在右邊 他應該可以繼續往右邊撤的 摩甘道後方斷兵線 PK在上路拆 那這一波上有兵線 我覺得PK會直接把他拆了 PK會直接把他拆了 PK會硬把他主堡雙彈力掉了 一個回到家 我們來看一下主堡這邊 雷之也來了 雷之也來了 感覺好像撞不住了 閃現過去 完蛋啊 雷之也退掉了 哇 在最後這一波分推 好猛喔 他真的是 難道最有實體的線頭 也是公子的線頭 超級黑暗兵法 帶你去啊 我們的黑暗兵法 哇 好深 太深了 完全沒有看出來 以為他在亂飛 果然完全不一樣 當次跟我們就是不一樣 人家是拿過冠軍的 哇 直接騙你過去啊 哇 這一波在最後 以為可以贏了 以為要反轉 但是 我們才發現是PK從頭到尾 沒有加入這個團戰 他真的是分推 他推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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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都不眼 然後就直接要跟你打拆了 直接拆掉 3比0 在這個系列賽中 戰勝的Mate Tim 微風看起來是心情非常的糟 但是 其實我要講的是 可能 你先講一下Mate Tim好了 雖然說他們今天輸了 但我覺得第一場 前半段 這個可能是四分之三的時間 應該說 十分之九的時間 99%的時間 以及這一場 前半段的時間 都打得不錯 我覺得這真的是 貨真架實的第三名 絕對不會有人在說 他是靠賽上來的 對 就是他這個表現很明顯 你說好啦 真的是 因為J Team輸他才上來了 那就算了 但他現在改頭畫面 我覺得是真的非常 算是一隻蠻 一定在LMS 絕對算是一隻搶隊 第一場 他們營運打得非常漂亮 但第二場的時候 輸給了GX 在轉線的時候 跑出了他們的失誤 被對方給掌握住 但第三場 這個BP上面 有一些奇特的大招選角 幫助他們拿到 非常多的優勢客 先是 可能後面也沒辦法掌握住 那遊戲呢 也被對方給帶走 卡滅爾分推 最後擊潰了他們 今天的比賽 我真的覺得很精彩 他們不是說 因為一些讓人家覺得 是很誇張的 很低級的失誤之類的 反而都是一些很 就是也有帶給我們 一些新的戰術play 那整整的也是 就是牽托到一些 因為GX真的 對換線比較熟悉 那就是輸在一些 細節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蠻可惜的 那對GX這一場比賽 應該說這個系列賽 你覺得他們 有展現出 比如說在這個 營運上面的一些經驗 他們換線的時候 贏過對手 在第二場幫助他們 拿下勝利 那第一場掌握他們 以往這種抓失誤反打的機會 那第三場 是他們這個 以往以來就PK鬥士的時候 這個分推的套路 就是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是 GX的E3場 他們都算是烈士 但他已經展現 他很頑強的 韌性守住 然後也知道說 什麼時間點 我要把握住對方 這裡可能會有失誤 然後反打 那E3場最大的差別就是 一個是坦克 鬥士打鬥士 那本來就會 第二場是鬥士打鬥士 第一場是就是 這場是鬥士打坦克 那他這場就完全把鬥士分推這件事情 展現得非常好 你也看到了 大家這場 其實GX前面真的是烈到不行 卡蜜爾是難玩到不能再玩了 但他真的也是夾住到後面 然後把裝備選好 做好分推 直接踢下這場比賽 沒錯 那選手當然現在是有點情緒 因為距離這個總冠軍 總冠軍賽的門票 其實就這麼近 但可惜是最後沒有辦法拿到 但是 本場比賽 在3比0之後 最後一場的一個對決當中 結算的遊戲 結算輸出表 36分46秒的遊戲時間 那可以看到 其實經濟曲線圖的部分 MAD掌握了大概是 從5分鐘 一路走到30分鐘的遊戲經濟 甚至一路領先到了 要5000塊錢 然後在輸出結算表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看到 塔利亞打了26K Eaterin Breeze這邊射了23K的傷害 而另外一邊的話 雷子打了24.3K 是他們全隊最高的